你好 这一讲我们讲盖提尔问题 盖提尔是一个美国的哲学家 是一个大学里的哲学教授 就是This guy 这个人挺好玩的 这个人一所大学教书 什么也没发表 啥玩意都没发表 他们那里也要提职餐 也有对工作 也有考核 他有一次喝咖啡的时候 跟他的同事 还是一个美国知名哲学家叫Plantinga 说了你看 我一片东西也没发 这个提职啊 或者叫提职 平教授等等 都很难啊 Plantinga跟他说了 他说你还是写的吧 你看你能不能写的啥 把那个检查部门的 那管理部门的那些要求 应付过去 你还是写的 他说如果非的写不可的话 就是我关于知识问题 好像也许有一些小例子 于是呢 他就写了一个 三页的小论文 自己也没把它太当回事 太当回事了 然后呢 现在在那里 在美国大学那个 他任教的那次大学 进修的 一个南美的教师 把它翻译成 南美的葡萄牙文 还是西班牙文 在一个南美的不知名的报刊上发表 啥影响也没有 然后呢 那又把它再感写感写 就投给了一个期刊 专发胆论文 Analysis 这个杂志现在还在 这个 并且是西方呢 最重要的十来家哲学刊物之一吧 他就在那个刊物上 发表了一篇仅三页的小论文 对传统的知识概念提升了挑战 这三页的小论文呢 虽然引起轩然大波 影响了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西方认识了研究的进程 那个认识的家们 纷纷以各种方式去回答他所提出的挑战 这个人呢 也很有意思 他就写了一个三页的小论文 提成教授以后 再也不写一个字 再也不写一个字了 这三页的小论文 就是他的唯一的发表物 唯一的发表物 然后 不写一个字 但是呢 这个 有很大的名声 在大学任教 有人说 也许有人会说 那个 所以了 发表不再多 发表不再多 这个 发表那么多有什么意思 等等 那问题是 你 你发表很少可以啊 那你证明你的论文 像盖提尔的这篇论文那么重要 引起那么重要的反响 那也行啊 那也行 你可以发表很少 但你保证 你能证明你的工作 从盖提尔的工作 一样重要 甚至比它更重要 那行 那肯定认理 认理 但是呢 你什么也不发表 或者发表以后呢 什么影响也没有 根本没人得 那个 那不行 那你凭什么在大学任职 你做一个研究人员 你研究些啥 还是要有证明 还是要证明 一个能力 黑格尔说 凡只是在内者 也只是在外 凡只是在外者 也只是在内 一个人 你有能力 你要外化为证据 让人 从这些证据里面 看到你的能力 这一点呢 还是必要 非常必要 内在的能力 必须外化为 可以看到的 可以检验的 可以判别的证据 这个 为什么我们 这个体质啊 干什么之类 所以要有 乱文 要有 剧作 等等呢 就是要求 你的外在能力 而你的内在能力 要有外在证据 我们根据这些证据 去判别你内在能力的水准 然后给你这个相应的支撑和代率 这个内在能力的外在证据 是必要的 必要的 这个 好 我们还是回到 该提到问题本身吧 这个呢 什么是知识 西方哲学家的传统干法就是 知识是有证诚的真信念 knowledg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简写为 jtb jtb 按这种看法 一个认知具体 s 知道p 当其紧张 那叫什么 1 p是真的 2 s相信p 3 s相信p 是有证据的 是有证诚的 is justified 是有证诚的 是有证诚的 这种看法最早出现在柏拉陀的美洛片和泰德片中 这是关于知识的三元第一 其中三个条件都是认知具体s拥有知识p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 批为真 这是成真条件 如果某个命题实际上是假的 你不可能知道它是真的 这违反了 这反映了这个柏拉陀的观念 知识及真理 他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根深蒂固 但是 如果某个命题实际上是假的 你却有可能相信它是真的 错误的信念表明你的主观认知状态和客观的实施状态之间的断裂 你可以相信假的东西 但你不知道假的东西 你知道某个人是教授 那人就是教授 你知道某人是教授 那人就是教授 知识有含真理 这是西方哲学家的 西方哲学传统里面一个根深蒂固 流传久远的观念 不过有的时候 我对这个观念有某种质疑 知识及真理 知识及真理 那好 这样的一个知识概念 好像与我们尝试的知识概念有些不一样吧 我请大家设想 那个17世纪的时候 15、16世纪 陀罗里比天文学盛行的时候 当时的天文学家们 人们师傅荣有天文学知识 师傅荣有天文学知识 如果他们荣有天文学知识 那么他们的好多知识 都是笼罩在地心说之下的 那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但他们 你说他们一点天文学知识都没有吗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知识有的时候可错 而比我们现在认为我们知道的东西 就是真的吗 因为我们的知识 这个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 牛登力学当时有错 这个被爱因斯坦的理论取代 爱因斯坦的理论 我们在爱因斯坦的理论框架下看问题 难道就没有某种被隐含的错误吗 所以这样的知识概念里面 知识都是真理 这个知识概念好像不是我们常识的知识概念 有人这样回应这种质疑 他说啊 当你知道某个实际上为假的东西的时候 你并不真的知道 你是以为你自己知道 但实际上你不知道 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区分知道或以为知道 你比如在我们现在的知识中 在我们当下的知识中 哪些知识是我们真 哪些属于我们真正知道的 哪些属于我们以为知道的 区分标准是什么 没法区分吧 第二个 信念条件 信念这个事与表明 一个人按照认知证据来代言某个东西的强烈存向 此条件要求 在认知具体或认知对象之间 必须有我者恰当的责面联系 知识是一个表示敬意的事与 把知识赋予某个人是要给予他的意见 以一种有力的正面的认知地位 知识与信念是相联系的 一个人不可能对他所不相信的知识 东西前来拥有信念 例如当我们说某人知道地球围绕太阳圈时 我们必认定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圈 说某人知道地球围绕太阳圈 但又不相信地球围绕太阳圈 这是令人难以自信 因此知识是一种信念 使得一个命题为真所持有的一种信念 所以S知识第一个条件P成为知识 P为真 第二条件S认知具体相信P 第三条件是正程条件 有资格成为知识的信念 必须是一个有充分根据的信念 信念不同于真理和知识本身 信念可以得到主观上的确立性 但知识只有客观上的确立性 你可以持有假的信念 但假的知识就像是一个奇谈怪乐 并且知识并不简单就是对某个真命题持有信念 有些信念的真只是由于心运猜测的结果 要使一个关于真命题的信念上升为知识 必须要求人们对于该真命题所持有的信念 具有充分理由 得到证证 这是这个 上序三个条件都是知识的必要条件 这看起来确定无疑 问题是他们合起来 师傅就构成了知识的充分条件 换句话说 justify the true belief jtb 师傅就是知识呢 对于这个问题 哲学家过去的回答是肯定的 不过 这一传统的知识定义 却受到了盖蒂尔一片长得为仅三页的小文的挑战 他提出了两个反例 用以证明jtb只是知识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成分条件 他设想了 第一个反例 史密斯反例 他说史密斯和崇斯都在申请某一份工作 假设史密斯有证据相信下序命题 下序命题 崇斯将得到这份工作 并且崇斯的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他相信这个命题的证据是什么呢 公司经理先前告诉过他 公司将雇佣崇斯 而在十分钟前 碰巧 他亲手守过崇斯口袋里的硬币 十个 没错 没好 所以 这个 对那个红色 对这个红颜色的命题 呃 这个 从事相信这个命题 并且有证程 并且有证程 呃 有证据 呃 有十个硬币 呃 那这个命题 他是从他 推出来的 他有证程 因此 他也有证程 逻辑推理保留证程 呃 逻辑推理保留证程 呃 这个呢 再进一步设想 真正得到这份工作的人 其实是史密斯本人 而不是崇斯 那公司经理可能后来 经过思考 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 不漏用崇斯 而漏用史密斯 而史密斯 自己口袋里呢 恰好也有十个硬币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呃 那我 那B命题呢 看来 将得到这份工作的人 依附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这个这个 将得到这份工作的人 是史密斯 史密斯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那这个是真命题 所以 这是 P为真 史密斯相信这个命题 相信P 相信B 相信B为真 他相信这个命题 但是从 前面那个红色的命题 就是A推起来的 他相信A 他也相信B 史密斯相信B是有证程的 因为史密斯相信B的证据呢 是A A有证程 所以B也有证程 但是呢 根据常识 史密斯呢 并不知道B 并不知道B 因为实际得到这个工作的人 是史密斯本人 他并不知道 他要得到这份工作 并且他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他并不知道B B呢 也只不构成他的知识 但是他满洲先前所说的B 成为知识的三个必要条件 三个必要条件 这个 这个 这里呢 所以 也许 这三条件呢 成为知识来说呢 不走狗 不走狗 不称分 不称分 这就是盖提尔的论证 盖提尔的论证 但是啊 我又请同学们 请大家思考 你看啊 这里呢 我觉得啊 这里你看啊 B为真 而史密斯相信B 史密斯相信B 是有证程的 我觉得啊 这里啊 这里 B为真 和后两个中间的B了 意义不一样 你想啊 B为真 是说的什么呢 你看啊 将得到这份工作的人的衣服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这说的什么呢 他怎么为真呢 得到这个工作的人是史密斯 史密斯的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所以这密题为真 这密题为真 呃 这个在这个意义上 他为真 好 这个呢 但是呢 S 史密斯相信B 他相信的是什么 他相信的是什么 将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这个呢 他相信的是 他相信的是 将得到这份工作的人是史密斯 史密斯的口袋里有十个硬币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他相信的是这个密题 他相信这个密题有证程 他是从 因为他这个密题是从这个来的 从这个来的 他相信是什么 这个密题是反例啊 是不是一个 知识三人定义的真正的反例呢 是是是是值得思考的 值得思考的 就是B为真 这里的B和这里的B这里的B 好像意不一样哦 意不一样啊 我提醒大家思考吧 我也还没有有确定无一的答案 我只是想到这一点 嗯 好 我们再来看伏特车反例 伏特车反例 假设史密斯呢 有证程的相信下列命题 他说 从事呢 有一辆伏特牌轿车 那 他相信这个命题 那理由是什么呢 在他的记忆中 从事一直开 一辆伏特牌轿车 他还接用过这辆轿车 假定呢 史密斯有另一个朋友 叫布朗 史密斯也多连不知他的下落 在假定了 史密斯任意选择三个地方 作为对布朗下落的猜测 并由命题P 命题C了 推出余下命题 那就是什么 你看啊 从事有一辆伏特车 或者布朗在波士顿 从事有一辆伏特车 或者布朗在巴哈萨罗那 从事有一辆伏特车 或者布朗在布加勒斯特 由于D E F 都是从C推出来的 所以史密斯相信的 这三个命题呢 都是有证程的 都是有证程的 再进一步设想 有另外两个 偶然成立的事实 从事了并没有一辆伏特车 他开着那辆车子呢 实际上是周来的 不是他过人拥有的 布朗 彭巧呆在巴哈萨罗了 呆在巴哈萨罗了 好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命题是假的 这个命题也是假的 所以F是假的 这命题是假的 这命题是假的 所以这个是假的 由于这个命题碰巧呆在巴哈萨罗了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假的 因为它没有 它是周的 这个呢 但是一个习取命题 里面有一个是真的 这个叫真的 这个是真的 好 这个呢 这个是假的 这个也是假的 所以这个俩都是假的 D和F是假的 E是真的 E是真的 因为这个命题是真的 这命题是真的 好 那E呢 这个这个 史密斯呢 他相信E啊 好 相信E 相信E呢 E是真的 E是真的 E是什么呢 E为真 因为布拉彭巧呆在巴哈萨罗了 因为这个为真 史密斯相信E 因为 什么呢 史密斯有根据相信 有根据的 有正常的相信 那个呢 从事有一辆复材车 由 那个系列 逻辑的推出 一 那系列有正常 这个 他相信那个命题 也相信这个命题 嗯 这个呢 史密斯相信这个命题是有正常的 基于 那个那个 从事有一辆复材车 那有证据 但实际上呢 根据常识 根据常识 这个呢 史密斯并不知道E E E不构成他的知识 你看啊 史密斯倒是相信E 但是他相信E的证据是什么 这个呢 史密斯拥有一辆复材车 而这个是一个假的 这是一个假的 这个呢 所以 这个 E为真是什么 E为真是因为 布朗捧巧呆在巴塞罗那 而这一点呢 史密斯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 所以 E是真的 是因为 他捧巧呆在巴塞罗那 这个呢 E相信E 史密斯相信E了 他是因为一个假信念 而相信了E E E本身为真 他相信他有正常 呃 这个呢 他似乎 满足 满足啊 知识的三人理 但并不构成知识 并不构成知识 这个呢 所以 有人 这个 该跳的结论是 这个呢 P为真 这个 S相信P S相信P 有正常 这三个 并不是 这个 这个 S知道P的充分条件 呃 不够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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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S啊 一人之具体 S 可以 有某些假理由 呃 有某些假命题 而相信 逻辑的导致的一个真命题 那个真命题呢 由于某种 心韵或偶然 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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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某种心韵或偶然 而为真 而为真 因此 这个 这个 似乎这三原定义了 知识三原定义 不成分 不成分 知识 不只是 为真的 呃 呃 相信的 相信是有正常的 还需要有某种别的条件 呃 其他哲学家还给出了一些类似的反例 比如田里的羊反例 整火犯反例 甲骨仓反例等等 由于时间关系了 我们就不说那些反例了 好 该节反例有以下工程结构 S相信P P是真的 S相信P是有正常的 P乘Q演绎得到 S相信Q是有正常的 但Q是假的 所以S不知道P 这个呢 它的工程结构是这样 S相信P P是真的 S相信P是有正常的 P乘Q演绎得到 S相信Q是有正常的 而Q是假的 所以 这个呢 S并不真的制造P 这是 它的 工程的认证结构 这个 该节反例中 还有以下两个工程因素 那叫什么 第一 可错性 在每一个反例中 所显示的证程都是可错的 虽然对所认及的信念 都提供了证程 但严格来说 证程并不完美 这意味着 证程留下了这样的可能性 所认及的信念是假的 虽然证程很强的 证程很强的表明 该信念是真的 但并没有完全证明这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 碰巧和幸运 所有的盖铁法例 有一个共同 有一个显示特点 它们都含有luck 心运的因素 一个得到很好证程 但依然可惜的信念 碰巧 由于某种机缘 由于某种心愿 而是真的 某种运气 把该信念为真 与稀有正成 结合在一起 而正常的认知与竞争 没有那么多的好运气 没有那么多的好运气 这个 有些哲学家 通过对改天反例的分析 认为他们需要 假定余下三个原则 第一 人们能够依据假理由 而相信一个命题 有研究者指去 该提到那些的反例 传逗依赖于这样一个原则 某人能够有理由依据P 而接受某个命题H 即使P是假的 就史密斯反例而言 史密斯相信命题H的依据 是公司经理余说 既然公司经理自己弄错了 或者后来改变了主意 他对史密斯先前所说的话 就是假的 故史密斯相信H的理由也是假的 有证诚 但那个证诚的理由是假的 二 人们能够有证诚的相信一个假面题 这是已经说了 第三 在有效推理中 证诚能够从前提传递到结论 如果相信一个命题有证诚 则他相信由该命题 何复逻辑推去的任何命题也有证诚 这是假的这个 显然 该条法例成立于否 与这三个原则密切有关 但有不少学者认诚说 这三个原则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 感谢 对 对